开始长器官啊 手痕等等等 那个后面的串联的记忆呢 的品质好不好 是决定在黑胎的第一个原始的记忆 原始的记忆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元素呢 就是我们人体跟太阳光 产生光合作用的一个切入的点 那这个点呢 是在光波里面的9.35到9.36个micrometer 那这一个dot 会造成阳光的光线呢 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那阳光的光线进来的话呢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元素呢 就是光波 第二个元素就是热能 它会储存在我们的胚胎细胞里面的水分里面 造成我们的细胞的水分是有温度的 所以这个温度的记忆呢 平均是在于37到37.5度 当胚胎的细胞开始有温度了以后呢 这个温度达到了某一个点之后呢 它的记忆形成了之后呢 胚胎跟胚胎之间的细胞会开始产生震动 这种震动呢 会形成摩擦 产生的electromagnetic field 或者是叫做电磁波 所以我们DNA跟DNA之间所产生的自然的电磁波 它的输出率是0.003W per cm2 所以这三个记忆呢 它决定了一个完整的细胞的记忆 跟它的健康的因素 当我们发现呢 这个DNA里面三个非常重要的source code之后呢 我们开始呢 去寻找一些材料 然后把这个材料呢 配置成能够跟细胞source code 做pairing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跟元素 每一个元素都是360度 我们用了四个不同的元素 经过分子矫正以后 形成了一个人造原子 配胎的记忆 那目前我们pairing的一个相容度 是达到91.5% 接近92%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帮助我们 启动我们的原始细胞的记忆 达到91%到92% 那一般上的药物来说的话呢 只要药物的有效率达到60% 它就可以consider是药物 但是我们的pairing 的准确度已经超越了90% 所以它的准确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星期五的Zone Class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一位自然疗法师 那么自然疗法呢 是中医中西医以外的医疗方式 自然疗法是一种以自然天然的方式来做以治疗 是完全不伤身体的 那么呢 这位将要跟我们分享今天我们的主题 如何用物理方式来释放我们内心深层的情绪 这位自然疗法师呢 她是从事了自然疗法已经七年了 而且一直推崇人体就是最大的 我们自己的人体就是我们最大的医生 那我们今天呢 事不宜迟就立刻有请Elise Ma 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 如何用物理方式来释放我们内心深层的情绪 有请Elise 哈啰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 以物理的方式这样子去释放我们内心深层的情绪 所以其实今天坦白讲 整个信息量是蛮大的 如果我们今天有什么不明白的 尽量你们去体温 因为今天要讲的东西其实是蛮广的一个东西 OK So 情绪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们女生寄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样子讲呢 因为我们从 其实我们从胎的 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情绪这个东西已经是在产生的 因为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其实会感变到母亲的一些的情绪 就为什么我们的婴儿一生出来的时候 OK 会有一些的 讲讲来他们皮肤会有一些的问题啊 孩子出来不好带 OK 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妈妈在怀胎的时候 那些的情绪不对的一个状态 它就导致那个婴儿其实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出所情绪 其实是一开始有胎儿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影响的一个状况 碰且甚至这个情绪其实是影响了很多的一个状况 包括就是我们情绪就是我们从小我们的原生家庭 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的路都会有这个 如果你不去治疗它不去释放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会导致我打几个比如就是说 一个来自破碎家庭的 人一个孩子 他以后将会建立一个破碎家庭 OK 如果今天他的 今天他的父母亲是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本身 父母亲是 赌博的他会建立一个 以后会有一个赌博的一个 情况 所以有一个 父母亲是属于就是经常会吵架、骂家、打架的 最好这样一个人 我自己本身看到的就是 我的叔叔那一边 OK 其实 我叔叔很工夫 是吵架、骂家的 我的 我的堂哥、堂姐他们建立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 就会有吵架、打架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家庭的情绪 导致我们以后 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不去 正式他去释放这个情绪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况且现在 情绪这个东西 其实是 在我们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一个状况 情绪这个东西是更 就更加不稳定的一个情况 OK怎样子讲呢 就是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呢 现在是属于要迈进5G的时代 其实 这些 5G的时代 他们的 可能就做那个 微腹 微辐射 OK 就是 其实每一条电线都会有一些的辐射 OK 会导致我们人体的电位 其实是不平衡的 就是导致我们的整体的震电会过多 就是好像你们 平常 去 吃东西啊 或者去索性的啊 或者是人跟人接触啊 会被刷到 那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的 电位 电子位 其实是不平衡的 就导致我们的情绪其实是不好的一个状况 OK 况且好像是 我们 有生活 也有很多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我们来自我们的 生活上就是我们的经济上啊 或者是 我们家庭上啊 工作上啊 会导致于是 导致我们 情绪是很不稳定 这样子的情况 那情绪不稳定 你又不懂这怎样子 治疗怎样子 去释放的话 其实就是会有 很多的问题的存在 OK 尤其是现在疫情当中啊 疫情当中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最近就会看到 很多人自杀的事件 OK 好像前两天 呃 我不懂了 并成人是不是自杀会喜欢 找跳海 这个情况 OK 前两天才有人跳海自杀罢了 OK 所以 其实你如果情绪你不去正视它的话 会 会很深 很多的问题 一般上我们 知道这个问题就是 OK 一般上人家 正 平常人理解的情绪的问题就是 一般上就是 精神病啊 忧郁症啊 躁郁症啊 等等的一个情况 其实情绪 他 最影响最多的不是 这种 精神病啊 忧郁症躁郁症这样子的情况 他影响最多的一个情况是我们的慢性病 比如我们的三高啊 糖尿病啊 胆固醇啊 高血压 之类或者是癌症 都是有可能是我们的情绪影响的 这个比例情绪影响这些啊 慢性病的 比例是高达60%的 OK 所以很多人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清楚 OK 就以为 其实是出的问题啊 还是怎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很多时候是 在情绪 导致的 OK 我会接下去 我会讲 情绪其实是怎样子导致我们有这个慢性病的 所以 一般上我们有情绪 我们发现我们有情绪的问题 我们要怎样去做治疗呢 OK 一般上你如果去 我们讲正常的啦 就我们都会去找一些的精神科啊 或者是 心理医生的 OK 当然如果你找精神科的话 一般上会给你吃药 你的头脑 转得太快 他就会给你吃一些比较慢的药 就是 会导致你的 东西 你的头脑会 转得比较慢的 如果是因为你的情绪 导致你失眠 OK 他就会开一种药 OK 这个是我的个案 很好笑 就是这个 OK 他是怎样子哈 他是 开那一个药 的副作用 是让你睡觉的 OK 他不是开那个药 帮你睡觉 他是开那个药 治疗那个副作用 帮你睡觉的 OK 你觉得是很奇怪的 这么 你不是 治疗他睡人的 但是 那个药的副作用 OK 让他睡觉 我去见他那时候 那个我的 他整天都 混混沉沉的 爱睡 这样子的 他喜欢 OK 这个是一般上 你去看精神科的医生 如果你去看 心理医生 他们都会有时候 会帮你做一些的 治疗 或者是一些的 NLP的治疗 OK 那你如果是 营养学的 角度来讲 营养学的角度 去 有心理 情绪的问题的话 营养 学的一个 他们就会跟你讲 你要吃多一点 营养 OK 营养我们就不要吃太多 synthetic的 我们就 是比较natural的 natural的 营养从那里拿得到呢 就是从 青色的蔬菜就有 青色的蔬菜就有营养了 但是 很 这个有一个问题 青色的蔬菜 OK 那是怎样讲的 我们现在吃的蔬菜 大多数是有 农药 农药就导致 你的magnacium 其实是营养的 很快 OK 是说你吃到那个 青色的蔬菜 其实是magnacium的量 不是很多的 OK 所以 讲讲来 为什么我们要说要吃 吃organic的 organic的为什么会那么贵 因为它要保持 原有的那个 我们的 原有的营养价值 OK 但是吃organic的 东西好 我要奉劝大家要找 有真正的 organic的 种植产 未必100% 他们 没有用农药 OK 你如果没有去那些 没有真正的 OK 因为我姐夫本身是做 卖农药的 他有试过卖给 卖农药 给 这个 organic的种植产 他有卖过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 如果要吃organic的 菇菜的话 必须要拿有认证的 比如 Malaysia Organic的 或者是 比较 比较稳的话 你就拿这个 NASA的 NASA都不是 这个 美国泰公司 他是 Australia的 这个 organic的 东西来的 就是 它的名字不是 NASA 它是后面 A的 NASA 那个是会比较 会它的品质 会有所保证的 一个 情况 OK 我们现在 讲 还有我们就是 这个从营养学的一个角度来讲 过后我们就以中医的角度 中医其实我们就是有分 简单的来讲 我们就有分两派 OK 一派就是会给你吃药 OK 还有一派就是有 物理的方式 物理的方式 我等一下会讲 OK 所以 啊 他 如果是给吃药的话 一般上他你会吃这个 比较做安心的药 让你的 啊 这个 就是你的心 他们 啊 新主神 就是你的头 就是让你的心安定一下 OK 这个是 中医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我现在是要跟你们讲 是说 其实 我们情绪怎样 影响到 你的身体的一个 身体健康的一个问题 OK 其实你去 思想想看啦 OK 其实我们生气的时候 呃 是不是整个灯会好像 很热啊 或者是 你被笑到的时候会冒烂汗 OK 或者是你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 OK 一些工作你要去 夹 去做完 去夹 要去做完 去完成这个东西 当你一旦完成了 你的人 你会感觉很累很虚拓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OK 这一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血液 你的情绪 OK 你的情绪影响到我们血液 被供应的不平衡 怎样子说呢 我把几个比资来讲好 比较简单的一个 例子来讲就是说 好像我们 看打 Boxing 之类的一个情况 OK 就是你看他们被打好像 有时候好像有拉刹的 这样 你们就可能就会问 他们在看 练义过吗 那种的抗技打得力有的 其实 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 这个这个状况 OK我打个 我打我自己的一个案例 我自己的 例子 OK 我在中学的时候 其实经常在打架 因为我学校是 很多的 种族的议题的 OK 所以我在打架的时候 其实会 有这样子的发生 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当在 在我情绪 进入 战斗的状况的时候 我跟人家打架 我被人家打到 我不觉得痛了 我甚至不觉得 他能打到我这个情况 所以我当我打完了 OK 我看车有被人家打到 我会感觉到痛了 OK 所以你就 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液 供应不平衡 因为我们 要面对一些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 脑控制我们的这个 教堂神经 导致我们的血液 其实是供应不平衡的 我再拿一个比较 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 OK 其实 好像我们吃东西 正在很多个 10个 有 8个蛋养 有 消化问题 有胃病的 OK 其实很多人说有胃病 你要定时吃东西啊 其实 我们 不是 未定不是 这个定时吃东西 你讲的 不是 不定时吃东西 你讲的 最大的原因不是这个 最大的原因是现在我们的 生活 习惯生活模式 导致的 怎样子讲呢 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不专心 OK 我们吃东西这边 这边吃这东西 这边想这东西 所以导致 你一边吃东西 一边想东西 你的血液 其实是 供应不平衡的 供应不平衡 它就会导致 哎 你的胃 那时候是应该你的胃 是应该要比较多数月的 它就分散到你的头脑那边 所以你的胃就不会说很小 放得很好 尤其现在的人 OK 很喜欢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手机 或者是滑手机 就是脑要讲东西 这边要吃东西 OK 就导致你的血液不平衡 就导致 你的 肠胃问题 OK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 请你壮心吃东西 其实你的胃病就会慢慢的好 OK 不需要说 要定时吃东西 要吃胃药 OK 那些 大多数都是治标 不是治等的一个情况 OK So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个阵子 OK 其实 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个阵子 这个东西 也可以讲对啦 因为它是讲的太simple而已 其实真正 血液循环 我们是有六个 机制去control的 没有那么简单说 心脏放血出去 OK 你的静脉才会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点 OK 其实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 OK 它只 只可以供应我们的血液 只有一尺 30天 没有血液 OK 所以你看我们的心脏30天 我去到这一边 就不能去了 OK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OK 我们要知道它的机制是怎样 去打 OK 所以 所以当我还没有讲 完全讲这个机制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讲到 其实 有感谢 阿曼斯 他 把很多东西 Air attack的一个技术 那个stock 那个 我们人体的一个三个机遇 其实他在讲的时候 会讲得到 那一个 就好像刚才那个影片在讲 我们 我们之所以的 原始记 西方的原始记 是有三个而组成的 就是 因为我们的这个太阳 这个生命光波 太阳光波 这个热能 产生了这个 冻枕 冻枕朝着的 变磁波 OK 其实我们的心脏会跳 因为 变磁波 OK 所以那个磁波 在导致你的心脏在跳 OK 磁波这个东西 其实他们 已经是正直 尤其是在德国那边 在正直 磁波 是在磁位那边 OK 我们的我们讲气血 终于讲到气血 一气推动血 对不对 其实就是 磁波推动血 OK 他们比较科学的方式就是 磁波推动血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心脏我刚才在讲 他只 一直拿 所以他只能供应一个位 去走 就是上头 上你的脑那边 但是他一直磁波就是来到我这个磁波 所以他没有帮你的脑 所以 是怎样子呢 他的心脏 放 然后经过一个位置 我们叫做 唐中穴 就是这个位置 唐中穴 这边的唐中穴 他的磁波在把它 供应整 供应到我们的脑的每一个部位 因为我们脑的每一个部位 他所承受的压力都不同 尤其是眼睛 他的压力要是很少的 如果太多 会大人 曾经 我们讲 旧苏元时代 旧苏元时代 他们 以前的时候 他们来个整体做试验 是他们 做一个超级心脏 那个马力很强的 OK 那了 就是 放了一个心脏 这些人造的心脏 很强的马力的 所以一开始在跳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爆掉去的 OK 其他地方没有影响20点 第一个会呈 呃呈呈现出来 就是说呢 必须为什么我们讲说 心脏要上脑 必须要经过我们的 这个唐中穴 改变 那些供应每个地方的一个压力 让他其实每个地方是供应的很好的 这个是 第一个机制 OK 第二个机制就是我们 头 OK 就好像我们住在工作啊 或者住在 这样子的情况啊 就是第一个机制就是把水 搬上 上面的 OK 第2个机制就是那个 东西的水 下来 OK 这个就是第2个机制 东西的水要下来 为什么要上头 因为我们是站着嘛 东西在我们的头那边 就会 就会比较节省 用力 但我们要 清楚 一样东西 我们的血液 不是水 OK 水是流的很smooth的 很顺的 血液会轻会浓的 OK 如果很浓的时候怎么办 OK 所以我们身体会有第3个机制 去面对 第3第4个机制 去面对这些 很浓的血的时候 应该要这样做 OK 第3个机制就是 我们身体在 动的时候 我们身体在 在有一些的 律动的时候 其实它是 推动那个血去走的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活动活动 要活就要动 就是它在帮助 推动你的血液 去走 去走得更顺 去到你的 这个 手指的摸销 脚指的摸销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动 尤其是在你的腹部那边 为什么我们讲 主要跟腹部呼吸 就是腹部在动的时候 它就更顺 让你的血液走到你的脚 脚那边 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是第3个例子 就是你必须要去动 就可以帮助你的血液 走得更顺 这样子的情况 第4个 机制就是 这个是关于中医的机制 为什么 穴位 那么重要 因为穴位 每一个穴位 它都会产生共振 OK 产生共振 就是你的血 去到那边 它产生共振 就帮助你 推动你的血 OK 就像我刚才在讲的 气血 一气 推动那个血 OK 用气血 就是这样子 经过穴位的时候 那个就会 共振 推动它去走 OK 这个是第4个 第4个机制 第5个机制 其实叫做 我们叫做 这个 我要生 让你们知道 这个穴肖是紫梁子先的 所以我再跟你讲 它的机制是紫梁子 OK 穴肖是紫梁子去走 其实我们的动脉跟静脉 它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血法 它的 它的sat也不一样 OK 它其实是 OK 我画一下 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sat OK 就是 就像我打个比如就是 马路 你驾车 OK 两条 一条 热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这一边都会塞车的 在浸的 如果这一边 发生 accident的话 有很多东西 主宰着的话 浸住的话 简单 那些血一直在烟住 如果一直在烟住 你的磨箱 你的手 这边会中的 OK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 身体 这个很 有很聪明的一个东西的 所以他们叫做 会做到一个叫做 你的 回流 就是说 那边浸了 你的血会回流起来 再去 再回流起来 再去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 经常 如果那边经常 将着很多的 你就摸到的 鼠桥是 OK 证明他的 默销 循环是不好的 OK 所以 一般声明 我们要做到 默销循环卡 必须要这一边 多去做 做一些的 OK 多做一些的 啊 这个 推拿按摩在这一个 默销循环这一点 你才可以 很好的把这一些 不好的东西去 打走的 OK 最后一个机制 我们叫做 静脉回流的一个机制 静脉的回流的一个机制 其实啊 静脉 它是一个 比较 它跟动脉不一样 动脉 它 呃 讲讲的 动脉它其实是我们讲 它是一个highway的 很深的 很大大条highway 很大好纯的 静脉呢 它是属于讲讲的 它经常会有 呃 它不是highway 它是小路 但是 小路 它有很多blocking的 OK 就是走的很 慢 它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就是像竹子这样子一节一节一节的 因为它为什么要一节一节一节 它防止 讲讲你的血液 因为我们地区有第10米 对不对 所以它一节一节一节这样子去 上去就是它防止 你的 啊 主抗那个第10米 所以它要有一节一节一节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 你的血液是 很浓的话 哦 它就上的更慢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同样的 我们要回到第3跟第4的机制 就是我们必须要 要活 就要动 这样子的情况 去推动那个血管 去一节一节的上 经过磁波 它再 经过磁位 它再把它推上去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情况 OK 好了 我们现在是讲完这个六大机制了过后 OK 我会再讲这个 其实 我们血液 不 不平衡 OK 可以怎样子导致 我们身体出问题 OK 说我们 身体怎样子 为什么磁血导致我们血不平衡呢 我先让大家看一些的一个情况 OK OK 这个是我们的血管 这一颗一颗一颗的 是我们的护血群 这个是正常的护血群 OK 我们身体没有事情的护血群 但如果我们血液 不平衡的时候 我们的护血群就会变成 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的血群就会变成 很多个很多血群就会留在一起的 那就不会在 很明显的一粒一粒一粒给你看 特别 啊 几粒或者十多二十粒这样子 人在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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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OK为什么会 导致这样子的情况 那个是因为 我们身体 情绪的问题 导致血液供应不平衡 供应不平衡就 产生一样 那样东西叫做瘟酸 它是怎样子坦均的 OK 我先给你知道 其实我们身体 我们今天的活动 必须要有一个能量出来 对不对 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饮食習慣 我们都以carbohydrate为主 就是葡萄糖为主 其实我们就是 要有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的糖 我们的葡萄糖 OK 葡萄糖 加oxygen 它就会变成 CO2加HuO 再加一个我们的能量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糖加oxygen 会提供能量 我们要排除CO2跟HuO 加能量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的情绪 我刚才讲 情绪 导致了 我们身体 血液供应不平衡 就导致我们 不是每一个细胞 都会得到oxygen的 OK 没有得到oxygen 是要 供应给你 这个 你的细胞 还是要供应给你的能量 所以当你有oxygen 的时候 它会供应能量 但是它会加到一样东西 叫做 卤酸 OK 再加多样东西 叫做乳酸 所以这个乳酸 像刚才这样子 我在讲 导致那个红血球 会粘称 就是 几粒 几十粒粘在一起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红血球 其实是 它 大氧量是很差的 OK 甚至它不把那些东西传输 就是我们的营养要传输 是很差的 所以当它很差的时候 就会面对 我们的 这会导致我们的血很红 甚至它会停留在某一些地方的时候 会觉得 这边 这么酸酸的 不舒服的 OK 所以就导致这样子的情况 甚至 OK 就像我刚才在讲这个情况 我们的 经脉 如果 经脉它是卡着 你看那个 啊 那个门 那个阀门 那边的话 就导致 你的 静脉 曲张 就是你看你的 脚 好像扎筋 这样子 那么多 一条一条 一条一条的扎筋 这样子 青色的根 这样子跑出来 那个其实是 我们的 静脉 OK 就是因为太多的乳房 卡住在那边 就导致那一个门 要关 不能关 变了两节 变一节 或者是 三节变一节 这样子的情况 就导致我们 就很多的一个 情况 因为我们的武装 在哪一个地方 不能走得顺 为什么 我们去争不救 的时候 哎 既然呢 那边 走气血 其实是把那一些的 洪水群 拆给了 散弹塔去走 甚至好像 我记得 在上两个礼拜 Alvin在 讲说 我们用那个 筋膜枪 最好不要用那个 筋膜枪 为什么呢 啪 这样讲呢 他那些东西又跑去别位 别位又 又会有问题 是因为就是 那个乳酸 OK 他打了这一根通了 他就卡在另外一根 OK 其实就是 你的 我们讲的 你的 经络不通 其实是 跟我们的 情绪 导致乳酸 导致我们的 冲雪球变了一团 那一团 东西 OK 就 你 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 你 整个身体就会很不OK 你的 你的 静脉去章讲 煮不住了 这个等下我会去讲 OK 所以就 就导致那个问题 发生样子的一个 情况 就是你看 血液浓嘛 他又要走的快吗 还要靠水药 血液浓 就是 OK 我们讲 我讲比较简单的样东西 说 你的路 会遇到很多的 OK 那种脱格拉力 你要各个步道 OK 就是 那些的我们的港股群 OK 他其实要轻 他要轻不住 他的LDL 死掉了 我要轻 但是因为 很多的 複雀 僵住那边 就是那个脱格拉力 僵住那边 就我 轻的 来不及轻的干净 什么 导致你的港股 出过高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的 情绪 影响 其实我们身体 很多慢性病 如果你的乳酸 在某些地方 累积了很久 就会导致 那边的细胞 长期供应 我们的 ATP 不住 就是那些的 他的细胞的食物 都不住 他就会导致有病变 就会导致 癌症 这样子的一个 状况 OK 所以 刚才讲到境外区 张要几样子 去解决 其实境外区 张要几样子 解决 第一样东西 你还是要回 先回到情绪 解决情绪 的一个 问题 OK 你如果是 比较简单 我先讲 比较简单的 一个 一个 情况 就是 你的情绪 解决了 那个是你的 我们叫什么 你的 那个本 就是你的根本 就是你要去解决了 所以你要去 撕回那一个 血管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个板 出问题的时候呢 你其实就是 你要多去 你如果用 Ironman的狗达的话 就一旦去涂 他就会修复那个把 让他 关回去 不然的 他就会 关回去的话 你还是看到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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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线的一个情况 OK 或者是你常在讲讲 那一些的地方 你就去 OK 他的 就是不要单 在那个地方 他很多个地方 你过去 戳过去 如他 这样子的情况 还有就是你可以多喝 Nano的水 Nano的水 其实他就会关注 那个五岁球分开的 OK 让他变成一团 一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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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个团团 OK 其实情绪 OK 讲到情绪 其实 我们要讲 去 去释放他呢 其实是有几个 几个方式的 OK 你终于来讲 或者讲终于看才是有分两个失态 OK 就是 用药的或者是拯救的 其实 终于其实是被 因为西部导很多的一个情况 因为 西很多是系统化 Systematic 教学 Systematic OK 其实终于很多东西都不能做到很Systematic OK 所以他导致了 很多Systematic导致其实很多情况 就是说 呃 你今年有 Tanelping 一般上他都会开射几种药给你 或者是你有这样子他会开这样子的东西给你 所以他就导致很多都不导致 其实中医本身 从以前 OK 从以前的中医来讲 OK 其实中医是比较 偏向 物理的方式的 OK 中医有六大医术 OK 就是我们叫做 扁针 针 扁就是 这个 过沙 打针之类的 针就是你平常去 去针灸 其实针灸是两个医术的 就是针灸是用被针叉的 针是用 I I条去针它 OK 一般上下在很少人I条 比如说先进他们用五外线等 去召它 OK 按就是推拿 要就是给要 倒就是气功 OK 所以一般上他就 我们中医其实是比较偏向物理的一个 一个方式 所以我现在教你们其实是你要 第二个是你要怎样子去 啊 处理这个情绪 怎样子去示范你的情绪 就是我叫你们简单的一个气功 其实是 料料当你的你的 你有情绪吧 比较不OK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 讲讲 就是你长期会 啊 陷入情绪的一个 状况就是不稳定的时候 你常在练 练一个三个月到四个月的话 你就会看到 其实你的情绪会比较平稳的 OK 这个是个很简单的一个气功 而已 啊 一般上你一天跟半小时 就可以看到效果 但是要练到三四个月了 才看得到东西了 很简单的 你看着电视机 看着手机 你都可以做的 OK OK 就是我们坐在哪 OK 手 拿起来 这样子放下去就好 OK 一天 甩半小时 就OK OK 看着 看着电视机 来做 没问题 但是你一天要坚持半小时 OK 三个月到四个月 你就会看到你的效果 OK 这样子在甩的时候 其实是让你的整个血液小时走得很顺的 OK 整个血液小时走得很顺的 所以你的血液小时走到是你的血液供应量 OK OK 其实供应量 很平衡了过后 其实它就不容易产生乳酸 你的情绪就很容易平稳 OK 第二个 我在讲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个是 古中医的方式 古中医的方式 其实在治疗这些的 情绪的一个问题 的话呢 其实 我用现代的一个说法来讲 OK 就是他们 就是用这个 我们的 身体的 电位 就是说我刚才在讲 你会产生静电 是为什么 早上 这样做 站住也可以 站住也可以 坐住也可以 因为有 我 我教的方式 是让你们 大家都 方便做的 OK 我叫你站着做 不要让你半小时站着做 这样子 你就会觉得 OK 整个脚酸啊 还是怎样子啊 OK 所以我已经是把那个东西 让你们是 每一天都可以再做的一个东西 OK 站住就要把站半小时脚酸 这样子坐住了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情号 就想到刚才讲那个 古中医的方式 古中医的方式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尽量就是 不要穿鞋 撤脚 去走 走草地 走沙滩 其实是借助我们 这个 怎样怎样 我们 大地的一个能量 让去综合我们身体的电位 所以当他综合我们身体的电位的时候呢 就是他会把那个 静电钱不拿走 当他静电钱不拿走的时候 你经常在那边 在走 好像 他们古中医治疗这个 忧郁症 他们真的是叫他去 大自然地方 这样子去走 走半个小时 就是 看着他啦 走半个小时 走完了 整个心情 松了去的一个情况 OK 这个 前庭 这一个方式 你必须要有时间去走这个 走草地 或者走擦盘 但是让你的整个电位 OK了 然后你的血液水 就其实是受伤的 OK 所以 讲回 自然疗法的方式 自然疗法的方式也是我常用治疗 病患者的一个方式 OK 因为我的病患者 可以其实 坦白讲来 呃 女生比较多 但是有一些东西 我是 不能完全地把他生做的 OK 因为有一些地方是不方便在做的 这样子的情况 我先让大家知道 其实 在做了 自然疗法做了情绪 在一个 物理堂式是怎样子做好 其实 啊 自然疗法的讲群 两个部分很重要 这就是这个胸腔 胸腔其实是我们的 情绪表达性 跟这个腹腔 这个腹腔是我们的情绪的 Store OK 所以你有时候 你有情绪 哎 当你不会表达 就会收在里面 所以你有时候就是你的东西要 放出来 OK 就你要在这一边 做 做处理 OK 怎样子去做处理呢 其实很简单 OK 我们再去看 这个方式 一般上我没有什么 去做在我 领患者的身上 OK 我做了 现在你才要去多看 OK 就是 OK 我们哪一条线就是说 OK 其实 比较简单的是说 你看 OK 我们 把骨头 我就在这一边 就这一条线 OK 你要抓起 按住它 去戳啦 戳它的时候 尽量这一边是放松的 OK 这边是要放松的 不要让它 硬硬的硬硬的这样子戳来 没有效果的 OK 我们要戳到时候 那个肌肉是要完全放松的 OK 这一个方式也很好 帮助你心 让它的 其实你用 用这个方式 你会给人来的 OK 这样子去戳 就是你的骨头在这一边 你不要不要戳到你的骨头 就是以骨头做中间的一条线 这样子去戳 要放松这样子去戳 你看我的 每戳一边的时候 我会放松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比较倾斜到那个地方 这样子去戳 OK 这样你多去戳的时候 其实你的情绪表发会比较好了 OK 所以还有 我讲到情绪表发 这边去处理完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 肋骨 OK 讲到那一股 我在这边讲一个 比较提外货 OK 如果你们 有另一半了 有先生了的 你们要去摸一下 OK 或者是你们 还没有 还是单身的话呢 如果摸到你的另一半 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要 这样讲呢 就要考虑考虑一下 那如果他有这个问题的话 他的情绪就是会 很快上很快下的 OK 你就考虑一下这一个人家的过吗 OK 就是我们 讲讲这边是肋骨 肋骨这一边的交接处 你去摸看他 有吐出来吗 如果有吐出来 很明显吐出来的话 这个人他的脾气 就很快上很快下了 很不稳定的 OK 所以 呃 其实这个是可以改善的啦 但是你如果是 他没有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的话 他这一边有的话 OK 其实是情绪很不稳定的 如果你孩子找一个 男孩子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 你还可以跟他生破下去吗 就很多东西 很受苦 OK 所以讲到 讲完 那一股那一股这一边 其实这边会收很多情绪垃圾的 女生也是一样 就是你玩到这一边他有吐出来的话 同样的这情绪比较不稳定的 OK 那一股这一边 其实就很多是我们很多的情绪垃圾 OK 这边是我的股 就是一般是我们要怎样去释放呢 你的 你的手 要按进去 OK 是戳进去啊 这个不要让人家戳 人家戳不对的话 他会真的会受伤的 没进医院了 自己 自己会比较好 OK 你这样子去戳 按进去 就是你看我的手是这样子 OK 刚开始戳的时候都会很痛 OK 这些痛就是你的你的经脉 在 呃 太受你是会吐出来 不 不大会的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讲的吐出来你是摸很 摸很到的那一种 不是那种摸不到的 OK 他是很明显你一摸就摸得到的 我们吐出来不是说 你受 他是特别那个 地方 OK 很摸得到的 就是你摸那个鼓啊 这个鼓去到这一边的时候你是摸得到的 他是特别吐的 就是你以这一个鼓来说 他不是你的整体受 而导致你这个鼓的 他不是这样子的情况 OK 这个是因为他的情绪一直以来不稳定了 他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OK 这些地方我在教你们 按的一个情况好 其实你按的痛的话就代表 你本身的情绪是有问题的 有人也记在这一边 包括我叫你按上面的 你看我按这样子 你们觉得是 我好像无拉撒 这个是我经常有在按 OK 所以我按的是没有什么拉撒的 我这边在戳进去 我也是没有什么拉撒的 OK 所以这一边会收我们的很多情绪的拉撒 所以你必须要去请他 尤其我是 当我的病患在做的时候 第一次开始按的时候 他们都会 是痛到真的是 很很很痛苦的 但是他们都会讲一讲 每一次找我治疗的时候都会让你去按 因为 他们按了他们都觉得 真的能松下去的个状态 OK 还有肚子 肚子我再教你们看一些的状况 肚子 其实我刚才叫做我们的情绪的 搭在这一边 这情绪的搭在这一边 是怎么样 肚子你看那个人 按下去它是软绵绵的 按下去软绵绵的话 这个人平时有心事是往心里面推的 OK 这个是肯定一把大声的 很多东西都 很多东西都都说在里面 有委屈都说在里面 有什么都说在里面 所以他的 整个肚子这一边按下去 好像 豆花这样子的里面的 OK 这个就是他的 他说很多的情绪是在里面的样子去看 OK 如果太硬的话 这个又不对 太硬的话 这个是证明他的眼睛那边的 心磨是完全不通的一个状态 OK 最好我们是按到QQ这样子的 OK 如果你要按这个肚子的话 其实我们就说 当你要按哪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需要放手的 OK 肚子我会教你们怎样子按它 肚子你要 躺住 OK 我瞧一下子 肚子 你需要躺住 你肚子 要这样子 坐在里面 你需要躺住 你的手这样子去按摩 两只手这样子 尤其是按到这个位置 很重要的这个位置 你要这样子去按 这个130按第一次按的人 他都会很痛很痛很痛 所以你必须要躲去按摩 当你多去按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你的 你的这个会慢慢会变得比较有 有力 这样子会比较QQ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ok 所以当有程序按的时候 他就会 ok 你的你的整个状况都会比较有力 包括我做过忧郁症的人 他们按了他们都讲 嘿 我人回到去 人整个人松掉去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这一边的问题 你解决了 其实你的慢性病50% 都已经settle 就是你这一个地方 你按到没有通 按到QQ这样子啊 整个慢性病50% 是settle ok 所以还有最后一个方式 就是五名公司的方式 就是用 IML公司的方式 基本上 你如果是觉得 哎 我要摔一手 半小时内 没时间 没时间 你要去 去借币 我要找有草币的地方 才可以踏 不是随便拿屋 这样子可以踏的 或者是你要去按 哎呦 又觉得痛哦 这样 最后一个方式 用IML公司的方式 你就去拿一摊 涂抹 这一边 跟涂抹这一边 让它整个人是直接放松的 再加上你 涂 你的手掌 手指 摸消这一边 因为我刚才讲 摸消是 你的动脉器静脉 是两条 一条静脉 所以那一边的血管 要必须要通 所以当它通的时候 你整个情绪 是整个人 松要去 这样子的一个气泡 ok 要泼喝 Nano的水 因为Nano的水 我们是把那个红穴球 整团的红穴球 分为 一粒一粒一粒 这样子出来 这很很漂亮的红穴球 ok 包括Ionline ok 涂你的脊椎 让你的红穴球 每一个身体的红穴球量 是足够的 是足够血的 因为你不足够血 再有整团的红穴球 其实 你的情绪就是 啊 那个 整个人的 一生的情绪 就是很差 没有把它拿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情感 ok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 是到这边 看你们有什么更重要的 请问呢 好 非常 谢谢Elise 这个分享 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公开给在线的各位 我们的家人 你们有什么问题 要问 Elise 可以尽量的发问 欢迎 尽量的发问 Elise 我有一个问题 我的这个鼓啊 这个什么 这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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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很 清出来的 清出来的 很清出来的 然后你刚才说 很清出来的 然后是什么 哦 是 他其实 其实 其实 你本身 你要看回 呃 他其实 不是看 不是看这个鼓 啊 ok 不管这 不管这边 你的鼓的问题 是关注你的 连接处啊 这边你去摸 你去摸 摸到这边的地方 有吐出来的这个情况 才代表你的 你的情绪不稳定 这一个地方 而不是这一条鼓 你要去摸 从这一边 你去摸 摸到这一边 嘿 这边会比较 准样子的哦 ok 这个地方才是问题 这边是两边吗 鼓来到这边是两边吗 你是说这两边 中间就没有了吗 中间就肉了吗 没有了 你摸 送到上去吗 两边送到上去 你继续修 就是你摸到 他的脚接触 你自己顺着摸 顺着摸 顺着摸到 他的脚接触 ok 他的脚接触 没有了 没有脱 没有脱 没有脱就ok了 你再跟你的情绪 你的情绪没有劲到说 突然间就 遇到一点东西了 你就会 发脾气啊 很不爽啊 会暴躁啊 就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他不是关系这两条鼓 哈 不关系这两条鼓啊 他是这个交界出这一边 ok 交界出这边 你要看这一边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ok 但是我们要去多去戳人的那一股下面 那这边是很多垃圾的一个 情绪垃圾的一个东西 这样子 ok 好那么现在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呃 你倒反了 你的screen倒反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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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门时罢了 哈哈哈哈 我在看门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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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座的家人们 所以啊 依照你来说 这我们如果说 啊生存的这个情绪呢 那如果想要啊 让他 讲又讲不出 那让他要释放出来的话 就 照着你刚才教我们的这些 按摩的方式 啊这样子安是有帮助 啊你 你其实是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你才能真正的看到那一个的转变 就好像我在讲 你的延伸家庭 延伸家庭怎么样 就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延伸家庭 那很大可能 会造就另外一个破碎的延伸 一个家庭 一个来自破碎的家庭 他带着那个情绪 造就另外一个破碎家庭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把那些东西释放出来 他才不会说 哎我会带着那一个东西 那一种的情绪 因为这一个方式 其实我的老师在台湾那边 他是做了很多的一个 很多的例子在那边 都帮助了很多的家庭 这样子的 我本身也有帮助了 没有帮助到人家家庭 但是说很多的 很多个女生其实 他都 OK 指定 我当他做的时候 他们会讲 很多人都很痛 但是我要做 因为他们都知道 做人其实是 他们整个人是 松下去 这样子的一个情报 OK 好的 好 那么刚才谈到这个 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 至少是我们的脚 它出现了那种筋 但是没有浮起来的 没有浮起来的 这种算是静脉曲张吗 嗯 ok 因为我 静脉曲张一般上 它会比较属于 幼幼的 好像长进样子的 ok 所以它好像长进 对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静脉是比较幼的 所以它好像长进样子 幼幼的咯 那一个情况就是 静脉曲张咯 一般上你们看静脉曲张 ok 会什么人会比较多 是小贩做的比较多 怎么讲小贩做的比较多呢 因为小贩在 啊 他们小贩 他们在 那种lunch time 或者是heera time的时候 他们要 很多人来吃嘛 所以他要 他要 要做食物给你们 他要寄 你做那里 ok 然后他要 讲讲呢 就他在 他其实是在 短短那一两个小时 他是完全高压的一个状态的 是很高压的 是很高压的 所以当他们在高压的状态 在做工的时候 再加上他们长期占助 ok 就是他们 我都会讲 高压 会导致就是你 血液不平衡来 会产生乳酸 因为 他如果是长期这样子 在占助的时候 他就会 很多时候就是卡在我们的静脉 那个法盘那一个咯 就导致我们的静脉曲张 那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状态 就你看到很多 有一些浮起来 我也有 什么 我也是有 在我的大腿 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 在我的大腿 ok 所以你要第二种 就是说 你安心图 再加上你讲表来很多 去做一些 那些我刚才讲的一些 去帮他推你的身体 这个 这个 胸腔 这个腹腔那边 多去做 ok 其实他就很多的一个改善 包括 你看大腿 你要去 要多去 我们讲要去多去 然后 然后我最近 我生一条筋 在我的脸 生一条筋 在我的脸 为什么会生在脸 这条筋 嗯 就是这种东西 在我的脸 ok 其实一般上都是你的 看到啊 啊 镜头看不到 哈哈哈 ok 一般上都是我们的情 我们的情绪 不能配带来的 我们必须要去多做 这样子的一个 一些的动作 ok 你才可以让你的 红穴球 ok 比较分到很鲜明的一粒一粒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然你的红穴球 不分你的一粒一粒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一个问题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就这样子 还有什么问题呢 好 好 那么接下来 还有 人 有什么 问题要问Elise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 Mans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嗯 好 好像都没有问题了 等一下 有一个 不好意思 先出去一下再回来 ok 没有问题 谁啊 好 那接下来呢 谢谢 谢谢我们的Elise 帮我们分享 啊 这么多 这个 啊 有 有 有益的这个 啊 知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Mans老师来 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在这边 有什么事 不用怕 带戏还是带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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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Line可以了 好 好 老师你还好吗 我 我没有很好 但是我差不多快要好 康复了80% 呃 呃 剩下没有没有体力 体力恢复就好了 因为睡眠不够啊 喝不够水啊 所以就倒了 ok 刚刚那个 谢谢阿伟 呃 呃 强解那个 那个 我们所谓的那个 那个学艺跟那个荷尔蒙 还有情绪管理的部分 喔 我刚刚7点多 我接到一个中国大户的 客户的 的那个 message 他有讲到说他 呃 他 他 就是他被孕 呃 呃 被孕呢 两个月之后呢 结果他发现他的身体呢 呃 有一个东西 结果发现呢 不是 不是他的孩子 是一个肿瘤 所以我就说你 你 你用多久的时间来被孕 他知道他已经用了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 来被孕 所以他就问我怎么办 那 我后来想一想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然后呢 刚刚呢 我就发了一个讯息给他 我说子宫的肿瘤呢 是跟你的生理跟心理的压力有关 你一定要把你的心理压力找出来 还有你的身体的压力找出来 然后你要把它解决掉 如果你没有把它解决掉的话呢 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够 呃不能够离开你的身体 就是说你继续被孕的话 可能也是会有一点问题 后来呢 因为他是 他是妇女嘛 我就问 我们中国公司的代表 我就问他说 这个客户你认识呢 他说他认识 我说这个这个问题我就留给你了 那因为 我 我不想去介入人家的 私人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 应该是叫做比较敏感的话题 后来那个中国的代表他有跟我讲 他说 他其实呢 他嫁一个很没有用的老公 嫁多久就喝酒喝多久 他是宠坏他的老公 所以他老公不用做工 他赚钱来养他老公 所以现在呢 疫情过后呢 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 那生活压力都很大了以后呢 他给他自己的那个 那个身体的紧张跟压力更多 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怀孕 所以我在想啊 就是 我们讲到一个 荷尔蒙的失调 跟我们的心理的压力 情绪的压力 要平衡 其实是一个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 都有一个不同的定义 可能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我们在管制期之前 我们觉得很不能接受 但是呢在管制期之后呢 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可能我们要慢慢去接受 比如说管制期之前 我们说 哇喝一杯咖啡嘛 没有出去喝哪里像咖啡 对吧 现在管制期过后一年多了 好像在家里面喝咖啡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人生当中呢 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不同的定义 那这个定义呢 会在不同的时间点 产生出不同的结果跟答案 所以 我们的生命都是一直在走嘛 所以 为什么有一些人走得越来越好 那就是因为他的定义 他给生命的定义 他一直都在修正 定义在修正了以后呢 他的生活的方式 他的想法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想一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去修正 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看法 这个部分是我们要跟我们自己沟通的 因为情绪管理这个部分是不容易的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件事情的看法 我们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身体的状态 这是 就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东西 就是跟自己 只有自己跟自己沟通协调跟放下 还有去圆融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人生的一种方向 这个东西我做不了主 那我也回答不了这种问题 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丢给 中国大陆的负责人 OK 那我相信呢在我们的客户当中呢 我们的朋友当中呢 也有虚虚多多 要经历过或者是曾经经历过 然后形成身体的压力 而造成一些身体的肿瘤和肿囊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只要身体里面有肿瘤跟肿囊 表面上是我们吃冰 表面上是我们吃太甜 那其实话又讲回来 我们为什么会吃太甜 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吃那么多冰呢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有打结 情绪有打结 我们在口味上我们才会追求某一种口味的偏好 所以造成我们的身体会失衡 OK 所以我们也不用去埋怨我们的过去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不用去害怕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因为只要我们不断的去修正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那我们就会改变 我们会变得更好 那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好 OK 那Covid-19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有很多人非常的紧张 我们虽然说 打了Vaccin之后呢 大家都很OK 都没有什么事情 或者是说 还没有打Vaccin都很紧张 我不管是紧张还是不紧张 我们常常听到说 家里面有一个人中感染 那全家人就开始紧张 就沸腾了你知道吗 那当然 因为这个时候呢 也算是我们Milanomite最疯狂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受到感染 或者是你的亲戚受到感染 那种阴影啊 那种心理的压力啊 无形中都会跑到我们的身上来 所以当然 我们也要感谢就是Milanom 能够去把我们的身体的压力做疏解 所以通常家里面呢都是 本来是买五箱十箱 最后都是去一个ballot 一个ballot 所以各位伙伴你要关注一下 我认为就是 在未来的半年 Milanom一定会断货很多次 我说一定 我们的那个制造的部门 可能会赶不上市场的需求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去算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现在为止 最起码最近的一个月不会断货 但是一个月之后 我又很难答应大家会不会断货 所以前一阵子断了货以后呢 就很多人在complain 就说他没有 可能就是没有水喝 可是我们不是不想 而是我们真的是做不到 我们做不出来 他当然也有开心的事情就是 我们的孤儿院 22个孤儿 全部都已经是negative了 昨天他send了一个message 告诉我恭喜大家 全部都已经negative了 你知道这是 这是全部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看到这种message 我有点激动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是一家人 22个人 全部感染COVID 那最后喝了minano的水 全部没有被感染 然后去政府那边拿到 那个release letter 说他们是negative 我觉得那个不是偶然 我必须要再一次的跟大家说 这种事情不是偶然 minano会发生这种事情 Irman会发生这种事情 绝对不是偶然 而是我们等了20年 我们真正等了20年以后呢 就是才等到说 原来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我们要工作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也等了20年 我以前做的事情都是很努力在做 然后很努力在做 也没有像今天那么疯狂 今天下午呢 就有我们公司请了一个助理 她叫Yvonne 那Yvonne呢 我叫她专门负责那个艺人的 就是疏通 现在呢 愿意帮我们的公司做形象代言的艺人 是要排队去interview 你知道吗 真的要排队interview 那甚至有人跟我讲说 他说他根本不在意说 我们给他什么东西 他说 他们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今天下午开会开了很久 我其实很累 我中午开到两点多不行 我就跟Yvonne说结束 我睡觉了 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知道未来我们的代理商 跟我们的公司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 这是一个对大家带来有 一个非常有贡献 有钱赚 有福利 也有功德的事情 他慢慢会进来 我们下个星期三 虽然我们的艺人的那个猜奖的活动 我们开始roll out 可是我要interview的艺人真的是太多 所以我可能也 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带上 不过下个星期呢 有第一个就是出现的艺人 他叫Steve Yip 就是李什么才 Steve Yip 叶良才 那个就是Ratio的朋友 然后 那个 他第一个我们会介绍他 他忘记我了啦老师 他忘记你 可能还记得也不一定 OK 然后就是他 我们第一个会介绍他 OK 那在疫情当中呢 我们14天的配套呢 是必须要介绍给很多的家庭 那14天的配套的话 就是Irman两瓶是吗 Irman一瓶 DTens一瓶是吗 我说一个人 然后那个水是五箱 但是我认为14天还是不够的 最好算他一个月 一个月 就是水的话是十箱 然后Irman可能就是 一瓶到一瓶半吧 所以现在买一松一嘛 所以OK DTens也是买一松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配套是要 真的是有家里的人种的 我们就要介绍给他 但是水是必须要喝的 水是必须要喝的 那你看啊 这种阶段 你说怎么可能大家会 我们叫做压力 不压力 情绪不沸腾 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现在 每一个人最难搞的一条神经 尤其是你给人家问说 你打了vaccine没有啊 你知道吗 每次我给人家问说 你打了vaccine没有啊 我说有有有我在排队 我可能在9月份就排到 你知道吗 他说为什么你不插队 我这边可以插队什么一大堆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OK 因为我 我觉得我们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不管你打了vaccine还是不打了vaccine 你一样还是要保养你的身体 然后身体最重要的关键呢 还是我们自己要照顾好我们自己 OK 所以情绪的管理呢 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要修正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这是我要带给大家的讯息 那如果今天我们不修正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我们伤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不值得的 那我们不要抱着我们一个茫然的态度去走完我们的人生 或者是面对我们的人生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我们修正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我们能够更积极 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去布施我们的善缘 你会发现呢 其实呢我们的人生是越来越美好 那人生的定义跟目的跟意义呢 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累积更多的善缘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其实你会发现呢有一些芝麻小事呢已经不重要 有一些 有一些过去的事情也不重要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想 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 尽量的尽量的 如果你不会表达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行动去share like and share 这也是一种行动的表达 那不见得每一个人懂得用语言来表达 因为很多人想要表达的时候 他会卡在喉咙 就是那个喉咙可能会卡到不习惯 因为以前没有机会这样子表达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的 都可以去 去用行动也好 like share也好 可以用分享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 去去完成我们 我们的一个一个生命的一些终极的目标 那刚刚又接到就是我们代理商的一个家人 他的家人 刚好他的弟弟吧 也开始确诊了COVID-19 所以全家人呢 就必须要 把货送过去 然后去 去照顾全家的人 那我在想说 大家可以不用紧张 不用害怕 把身体照顾好是一定要的 但是中了COVID-19 也不一定会死亡 因为死亡率是很低的 除非那些人呢 就是完全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当然就很危险 可是一般来说 可以这样子 死亡率是很低的 那我们必须要抱着一个乐观 跟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 然后去鼓励当事人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事人呢 因为他开心 你知道吗 他受到别人的鼓务 他自己被感动 这种被感动 这种爱的荷尔蒙 是可以治好所有的病的 只有这种荷尔蒙 是可以治好所有的病的 所以我们要多做这样的事情 给我们的家人 那还有就是 刚刚我们讲到 阿伟讲到 在家里面的运动的部分 我觉得运动的部分 各位要去体验 体验得出一个方向了以后呢 你才会去找那种感觉 所以那种感觉 可能你第一次做不出来 体验不出来 但是没有关系 你练习了几天以后呢 你就开始慢慢慢慢 进入那个状态以后 你会找出那个感觉 然后也希望 他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 OK 谢谢大家 然后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Rachel 好 谢谢老师 OK 那么呢 今天非常谢谢Elise 来帮我们 讲解这个 将我们 怎么样释放内心 生存的情绪 然后呢 就可以避开很多 这个疾病 因为 也有很多专家说 其实疾病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 所造成的 所以谢谢Elise 那么呢 谢谢老师 帮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OK 那么 在座的家人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的这个Zoom Class 有什么问题要向老师发问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的Zoom Class就到 就要跟大家讲 拜拜啦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啦 老师 OK 没问题 洗完澡 休息一下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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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